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就直接留在了公司 因为在公司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对于公司的业务也非常的熟悉 张良不仅有些过硬的业务能力 同样人际关系还特别的好 因为工作的原因 所以张良身边的女同事也特别的多 在平时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女同事暗恋他 在工作中张良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这也让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他 萱萱和张良在同一个部门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张良和萱萱也就越走越近 后来张良对萱萱也越来越照顾 两个人也就正式成为了恋人 在现实生活中 像张良这样优秀的男人 其实是不缺女朋友的 往往那些能够让女人上瘾的男人 都会有这些特点 一 懂得理解 两个人在刚恋爱的时候 或许如胶死鸡 但是随着恋爱时间的增长 还能够带你如初的人并不多 在感情中 一个人一旦不害怕失去你 那么他对你的态度就会变得很随意 这也是大部分感情破裂的原因 对于个人而言 最难过的或许并不是伤害 而是你给了你爱的人无数次原谅的机会 本以为他会加倍地去对待你 呵护你 但结果换来的却是遍体鳞伤 在感情中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就是互相理解 对方在爱你的时候 你也要学会不去伤害对方 因为爱不是一个人的单枪匹马 而是两个人的勇往直前 如果在爱中只有一个人付出 那么最终你们的这段感情也必定不会长久 更不会幸福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即便两个人已经谈了恋爱 或者是步入了婚姻 每个人都依旧会有属于自己的想法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就需要不断地磨合 真正的磨合 并不是说强迫对方去接受自己的观点 而是要学会去理解尊重对方 这样 你们之间才会有更多的信赖 二 不会冷落你 在爱情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你对对方越是上心 对方反而就越来越嫌弃你 或许关于这个问题 每个人在感情中都有过同样的疑惑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选择疏远 并不是因为不喜欢 而正是因为太喜欢了 所以显得很无奈 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等待落空 让你已经变得心灰意冷 所以只好做那个先走的人 很多人会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无条件的牺牲和付出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在一段感情中一个人舍得冷落你 那么他必定是不爱你的 因为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很多女人一旦陷入感情 就会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到这个男人身上 倘若遇到懂你的男人 或许是一种幸运 倘若遇到的人自私自利 那么最终你也会遍体鳞伤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绝对的答案 但是我们一定要将时间花在那个值得的人身上 好好的爱自己 才会有更多的人来爱你 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 他是不会不来找你的 不要相信他所说的甜蜜 因为他永远比不过切实的行动 三 热爱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也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 也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的成功 要有大大小小的期待 生活才不会百无聊赖 所以 无论生活带你如何 你都要学会用积极饱满的热情去对待生活 生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 所以 当你懂得了这样的道理之后 你才不会处处抱怨 抱怨生活的人也自然不会受到生活的善待 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你才能够在生活中扬帆起航 或许你会面临生活的高潮 也会面临生活的低谷 但是无论如何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生活 你就会修获另一番风景 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 人品自然也不会太差 罗兰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对爱情不必勉强 对婚姻则要负责 爱情只是吃喝玩乐 但婚姻却掺杂了太多的柴米油盐 所以 在结婚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地考虑 做正确的选择 看两双眼 才不至于在婚后后悔 感情就是一场堵住 你选择谁 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当你遇到了一个有责任心 有上情心的男孩子的时候 你的生活才会更加地顺利幸福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